这期继续讲职员第九十篇 突的,男子往前走了过去,朝着车子的方向,走到那辆车子前停下,男子伸手敲了敲车窗 车子副驾驶座上的一名中年男子奇怪地往外看了看,看到敲车窗的人戴着一副大墨镜时 中年男子一下子警觉起来,将车窗拉开一小缝隙,正要问干什么?猛的 墨镜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把枪,冲着他就是连开两枪,子弹几乎是沿着玻璃缝隙进去的 从中年男子的脸颊擦了过去,一下子射到另一边的玻璃 接连两声刺耳的枪声引得附近一阵阵尖叫,旁边路过的人有的已经吓得捂着头蹲到地上 而墨镜男子却是从容地离去 枪声同样传到了对面会所,听到枪响的陈兴和林红聚势一阵 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迅速走到窗前,陈兴盯着楼下一脸惊涩 怎么回事?林红站在陈兴身旁 她的视线也落到了对面的那栋写字楼 写字楼下,早已聚集了一堆人 由此可推断,那里大致就是事发地点 不知道 陈兴摇着头,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枪响不是小事 要不然,她也不至于这么惊讶 边回答着林红的话 陈兴已经拿起手机给赫一军打了过去 一军,南正路这边发生枪响 你们公安局应该已经出警了 你也过来看看,了解一下情况 陈市长,我正在赶过去呢 晚上我正好值班 刚接到报警说南正路那边发生枪击事件 我半课也不敢耽搁 正在去的路上 贺一军答道 陈兴会先打电话给他 倒是让他惊讶了一下 陈市长,您在那边 嗯,我现在刚好在这里 陈兴点了点头 你先过来了解情况 等一下向我汇报 好好,陈市长您放心 等一下我有消息 我就立即向您汇报 贺一军忙不迭应道 林洪静静听着陈兴打电话 直到陈兴打完电话 林洪才欲言又止 见陈兴看过来 林洪才惊疑不定地说道 陈市长,刚才我们还在讨论 有没有人跟踪的事 这眼皮底下就发生了枪击案 您说这两件事会不会有关系 嗯 陈兴诧异地看了林洪一眼 随即摇了摇头 林小姐,我看你是过于紧张了 我觉得这更多的只是巧合罢了 枪击案是发生在对面 再说了,真要有人跟踪你 那也是两码事 除非是跟踪你的有两批人 两伙人还发生冲突了 陈兴最后的话无疑是在说笑 我也是随便说说 只是突然冒出了这种想法 是挺荒谬的 林洪苦笑了一下 她说归说 但也根本说不出个怀疑的理由来 毕竟这是两件不相干的事 只是她大头脑里冒出了这么一种想法罢了 这种枪击案件 在南州市也算是少见了 陈兴没来由地说了一句 是很少见 起码在这种闹事区很少见 林洪点头道 其实发生在黑暗角落里的犯罪事件一点都不少 不管多么血腥的都有 林洪看到的黑暗面不少 她也深深知道 在这个社会的某些角落有多么的乱 唯有让自己变得有钱有势才能不被人欺负 这也是她为什么对金钱和权势的追求 如此的不择手段 两人沉默了一会 目光都紧紧地盯住对面 由远而近的警铃声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 警察的出警速度还算快 最先过来的应该是附近街道派出所的 林洪看着对面 但她的思绪并不是一直在这上面 也不知道站了多久 林洪突然道 李浩诚现在在国外估计急得团团转 想提前回来又担心会让人猜疑 但不回来 张青阳的案子确实让她极为牵挂 不理得人茶正光浮石都没见她这么急 现在张青阳一出事 她一下就坐不住了 她和张青阳之间应该有很深的瓜葛 有些估计连我也不知道 他们俩有密切联系是正常 没有才叫不正常 陈兴笑道 李浩诚一开始还意气风发地出国考察 这才出去没几天 李浩诚怕是长子都快悔清了 不知道李浩诚会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 张青阳出事 他也打电话给我 但语气并没啥异常 只是问我这些天都发生什么事 他在着急张青阳的事来着 林洪说道 李浩诚虽然人在国外 但他的消息渠道肯定不会少 要打探这几天的情况一如反掌 不知道怎么问到我头上来了 你跟他的关系非同寻常 他有事情想到你也是正常 陈兴宽慰着林洪 他感觉到林洪现在的精神状态似乎不是很好 疑神疑鬼的 看样子是神经崩得紧紧的 两人在说话 对面写字楼楼下的案发地点也已经被警察给围了起来 与警察几乎同时到达的还有救护车 警戒线拉了起来 车里的人竟然也还在 枪击案发生后 那中年男子有一瞬间想迅速离开现场 但不知道是经过了怎样的思考 中年男子并没有离开 连下车都没有 给人感觉到好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惊吓到了 子弹在他转头的时候从脸颊上擦了过去 看似惊险一幕 但他并没受多大的伤 救护车过来 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后 认定他只是表皮受伤了 并没大碍 给他检查的医生还连连惊叹地说他命大 但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做个头部CT 我是省厅的 当过来的警察在盘问中年男子的身份时 中年男子也亮出了证件 他的身份直接让问话的警察愣住 而后那问话的警察也不做笔录了 都是一个系统的兄弟 指不定还有什么隐情呢 那名警察很是干脆地将做笔录的本子和尚 同时将情况向贺一军汇报 贺一军过来的时候 不停地打量着对方 嘴上关心道 兄弟 没什么大碍吧 没事 命大 子弹擦皮而过 中年男子挤出一丝笑容 即便他在镇定 刚经历了这么一件事 也不可能当成没事一样 没事就好 贺一军点了点头 随即道 大家都是一个系统的 我也就不问一些没用的话了 你是当事人 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 这是我也纳闷着 我好端端地坐在车里 对方走了过来 敲了敲车窗 我见他大晚上的戴个大墨镜 遮住大半边脸 出于职业的警觉性 我只是打开了车窗的一小个缝 没想到对方就毫无征兆地拔枪射击 要不是我本能地测了下脸 这子弹是不是会把我面部打穿 就不好说了 中年男子说起这事还心有余悸 但多年的警察生涯 终归是让他比常人拥有更好的心理素质 和面对危机时的冷静 此时此刻 中年男子就完全冷静地回顾着当时的场景 以我的观察 对方把枪到开枪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绝对是个玩枪的老手 中年男子说到这里 颇为气愤地垂了下拳头 可惜我今晚没带枪 看到对方离去时 我没敢追上去 担心对方手上的枪 你没追上去是对的 抓人固然重要 但自身安全是第一位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贺一军说道 对了 你今晚来这里是 哦 我是打算来买点茶叶 我一个朋友推荐这家茶行不错 家里的茶叶用完了 所以今晚打算过来买一点 就借了朋友的车开过来 中年男子指了指写字楼一楼那家茶叶店面 那这事还真蹊跷了 贺一军看了看中年男子 他并没发现 对方说这话时的表情有啥异样 只是问道 你最近或者是以前办案 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我印象中是没有啊 中年男子寻思了一下 摇头道 他刚才自己也仔细想了一下 作为一名警察 办案的时候 少不得碰到一些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的 有些有同伙的 在自己落后 也没少放话威胁说 同伙会报仇之类的狠话 但这种话 哥给他们这些当警察的人来说 并不会太在意 听到的威胁多了去 平常也没见 真有谁敢上门报复 当然 这种事并不是没发生过 但中年男子自己是没碰到过 回想他这段时间办的案子 犯罪分子抓了不少 但也没碰到敢撂下这种狠话的 以他个人的判断 应该也不是跟他以往办的案子有关系 所以中年男子也是困惑不已 看来只能慢慢查了 贺一军皱了下眉头 中年男子也没提供太多有用的消息 目前也只能初步排除 是仇杀报复之类的 但中年男子也是警察 又有谁敢如此胆大包天地对他开枪 还是选择在这种闹市区 也只能如此了 回头我们省厅可能也会介入调查 到时候还希望你们市局多多配合 中年男子说道 那是当然 我们市局肯定会积极配合你们的 贺一军点头 旁边 最先赶到的街道派出所民警 正在和市局的刑侦技术专家 一块对现场进行详细检查 中年男子乘坐的那辆车子 成了重点检查的对象 有一名专家正在对比着 两边玻璃的弹痕和玻璃窗上的弹孔 贺一军和中年男子站在一旁 也没出声打扰 专业鉴定需要专业人员 刑侦技术专家能从一些微不可查的细节中发现一些疑点 这就不是常人能做到的 中年男子在现场待了一会便离开 其所乘坐的车子被暂时留了下来 贺一军也问清了中年男子的身份 省厅刑警总队的一名普通干警 叫张宇 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 贺一军按道 难怪他不认识对方 省厅刑警总队的一些支队大队的领导他 可是认识不少 但并不知道对方 感情并没担任什么职务 张宇离去 贺一军仍然留在案发现场 市局的一个刑侦专家 朝贺一军走过来 他刚才一直在和另外一人研究枪手 当时可能站的位置 以及对比另外一边被子弹 击碎了一个小孔 但并没有真正碎裂的车窗 试图还原案发当时的情形 这名刑侦专家得出了两种结论 其中一种尤为惊人 此刻走到贺一军身旁 他也是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一军 根据那名伤者的情况 我总结了两种结论 刑侦专家是市局的一名老资格专家了 同时还是市警察学院 刑事鉴定科学技术的兼职教授 他也有资格直呼贺一军的名字 说起来 以前贺一军在市警察学院进修时 还听过他的课 今晚发生枪击案件 连他这样的老资历都惊动了 接到电话后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刑侦专家说着话 是一贺一军跟他走到章鱼所坐的那辆车子旁 他在车门旁的一个位置站定 离车门连一只成人手臂长度的距离都没有 只听他对贺一军说道 当时凶手应该是站在这个位置 距离驾驶位的距离顶多只有半米 在这样的情况下连开两枪 第一枪 子弹只是挨着伤者脸颊的皮肤擦过去 第二枪 没有射到伤者 直接射到对面车门上 跟第一枪比起来 这第二枪差得更远 我们可以解释为 枪手在第一枪没有命中的情况下 慌张下开出了第二枪 但因为紧张 这第二枪比第一枪差得更远 孙老 第二种又是什么情况 贺一军敬重地称呼了对方一生孙老 刚才对方说有两种情况 贺一军也没急着对第一种情况发表看法 第二种情况是我的一个大胆推论 你姑且听听就好 刑侦专家说着话 一脸专注地盯着车子 仿若在脑海里重现当时的情景 我怀疑那名凶手 或许根本不想杀害车里的人 但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 要朝车里的人开枪 首先 他站在车外的这个位置 跟驾驶位的直线距离 连一米都不到 而当时车里的人 正好是咱们公安系统的 看见凶手打扮有意 就升起了警觉心 车窗只是开了一小个缝 刑侦专家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两根手指比划着车窗打开的那个缝 大概也就是 比成人两根手指叠加起来的厚度多一点点 缝隙一点都不大 正是因为这样 这名刑侦专家才有了一个大胆的推论 只听他继续道 你看 车窗开的缝隙不大 如果对方并不是常年握枪练枪的人 在那种情况下拔枪射击 很有可能一下就射偏了 子弹说不定直接打在车窗上 但凶手开的两枪不仅十分精准地从这车窗缝隙里穿过去 第一枪在角度倾斜的情况下还能擦着里面的人脸颊过去 第二枪虽然偏离了许多 但依然是十分准确地从缝隙里穿过去了 所以 我判断凶手是个射击高手 不仅拿枪十分稳 心理素质更是十分出色 最主要的是他的枪法很准 能不能伤到车里的人 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下 第一枪看似差点要了车里人的命 但很有可能只是凶手故意开的一个玩笑 第二枪 他则只是随意开了一枪 行侦专家边说边掩饰着 他重点要跟贺一军说的无疑是一个位置和角度的问题 此刻贺一军站在边上 他的手也抬了起来 自己示范着凶手开枪的位置 因为凶手在外面是站着 而车里的人是坐着 因此 凶手开枪是居高临下 而车窗开的缝隙并不大 凶手连开两枪都是准确地从玻璃缝里穿过 由这得出来的结论和孙老第一种结论就完全矛盾了 因为孙老第一种结论是凶手当时惊慌 而且拿枪不稳 所以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两枪都没打到车里的人 但这种结论又不好解释 两枪都能准确地穿过玻璃缝 跟第二种相冲突 此时贺一军也是一脸凝重 一时不好做出判断 孙老 你说凶手有没有可能是拿枪挨着 这个玻璃缝开枪的 所以他两枪都准确地从缝里穿过去了 但由于凶手惊慌和心理素质差的缘故 两枪在这么近的距离下都没射中车里的人 贺一军说道 不 这不可能 刑侦专家摇了摇头 他的手还拿着一个放大镜 以及一个专用的强光手电筒 这是他刚才照玻璃边缘使用的 嘴上道 刚才我仔细看过了 我们可以排除的是凶手开枪 不是拿枪抵着这个玻璃缝的 因为这边的玻璃上没有任何一丝轻微的痕迹 我判断凶手是隔空开枪的 孙老 听你这么一说 我都糊涂了 第一种可能听起来还合情合理 但听你的意思 你个人好像更倾向于第二种推断 贺一军苦笑道 第一种可能听起来会让人觉得更靠谱 第二种 也只是我个人凭借多年经验的一个大胆推断罢了 我也不敢妄下结论 所以我刚才只是说让你姑且听听 具体的破案 还得靠你去判断 刑侦专家说道 贺一军若有所思的点头 盯着车子看着 陷入沉思中 从现场离去的张宇 在打车离开后 张宇一直走到了一条没人的小巷 左右看了一下没人后 张宇才拿出手机 打了个没有姓名的号码 那号码在他手机上的标识只是写着一号 电话接通时 张宇恭敬地喊了声老大 有什么情况吗 电话那头 一个威严十足的声音传过来 话里很自然地带着关枪 老大 我刚刚才遭到枪击 侥幸逃过了一劫 张宇及时说着自己的情况 枪击 怎么 南正路那边发生的枪击案跟你有关 电话那头的人声音变了一下 可以听得出来 对方隐隐也有一丝镇静 嗯 我在跟踪灵红 在楼下钉烧时 一个陌生人朝我的车子走过来 要不是我警觉 恐怕现在都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了 张宇此时很冷静 但他刚才却也是真的受了惊吓 没受伤吧 电话那头的人关心了一句 但声音里并没多少情感 还好 没啥大碍 张宇摇了摇头 老大 今晚林红去了自己的会所 但我后来看到陈市长的车子也过来了 我估计林红可能是在自己的会所 约见陈市长 陈兴 电话那头的声音再次出现了波动 很显然 这个消息让他极为意外 嗯 因为突然发生了枪击 所以我没办法监视到最后 现在南州市局的人在现场 我先离开了 张宇说着话 在黑夜中散发着幽光的一双眸子 四下扫视着 警惕地看着周围 老大 监视林红的事还要继续吗 继续 当然要继续 电话那头的人不容置疑地说道 停顿了一下 财又道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这两天跟踪林红 你有被他察觉吗 不会的 他不可能察觉 倒是他请的那个保镖挺有两下子 我有好几次都险些被发现 但我肯定他也不敢确定是否有人跟踪 张宇信心十足地说道 你这么说 那对方很有可能就是有疑心了 你觉得 朝你开枪的人会是林红的人吗 电话那头的人突然问道 这 这应该不大可能吧 张宇吓了一跳 他刚才离开的路上 一直在想着 谁想杀害自己 将最近接触过的犯罪分子 以及还在查的案子 都过了一遍 张宇愣是想不出 谁会想加害自己 此刻对面的老大 突然指向了林红 连他都吓一跳 凡事都有可能 但不管怎样 这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你在监视林红时 就要更加小心了 以注意自己的安全为主 还有 找机会去林红的家里搜一搜 电话那头的人说道 至于今晚的枪击案 我会让人督促南州市局 尽快破案的 省厅也会派人协同调查 好 有什么情况 我及时向您汇报 张宇恭声道 见对方挂了电话 张宇也松了口气 琢磨了一下 张宇又打了个电话出去 车子暂时留在现场了 但他监视林红的工作 还得继续 又得借一辆车子过来 陈兴和林红 依然待在会所里 从枪响到现在 两人站在窗前就没动过 目光大多数时间 都盯着对面写字楼下的案发地点 眼神偶尔会交流一下 那是因为两人聊的话题 并不是都围绕着对面的枪击案 林红起先怀疑 枪击案跟他们刚才讨论的跟踪事件 是否有关系 但因为两件事看起来毫无关联 林红提了一下后 也不再说这个 他更关心的是 李昊诚从美国回来后 对郑光福 张青阳这一系列案子 会有啥反应 是否会怀疑到他头上 而陈兴能否履行承诺 力保他不受波及 也是他所关注的 省纪委的介入 让林红也多了一层担心 走一步看一步 你也别太担心了 起码现在这个形式 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陈兴宽慰着神色 颇有些担忧的林红 两人算不上什么 唇亡齿寒的关系 但他毕竟从林红这里 得到了需要的东西 也不能说得了好处 就撒手不管了 是对陈市长您有好处 目前看来 对我多了一些风险了 林红脸上 生硬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就算是陈市长 您现在也不敢再 对之前的话打包票了吧 林小姐放心 之前我说的话 一定会尽力去实现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我不是过河拆桥的人 林小姐不必太过忧虑 陈兴笑着摇了摇头 再说 李浩诚 要是一直不知道你在背后对他捅刀子 恐怕他也是会尽力保你的 当然 前提是你真的被牵扯进去了 但眼下说 这个还太早 张青阳刚被省纪委的人带走 他在里面会说些什么 又或者什么都不说 这都没人不知道 我们想太多没用 就怕李浩诚知道我对他背后捅刀子了 那到时候 就算是张青阳在里面不说关于我的事 李浩诚也会先收拾我 林红哥哥笑了起来 说起李浩诚 林红自己都觉得很可笑 那笑声里有一股苍凉的悲哀 悲哀中又带着决绝的无情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男林投各自飞 连最亲密的爱人都靠不住 何况两人连爱人都算不上 维持了好些年的情人关系 也该走到尽头了 林红有一种痛快的解脱 和报复的快感 这个你放心 李浩诚要是对你动手 我是一定能保你的 绝不食言 陈兴认真道 我是愿意相信陈市长的话的 也希望这次的事情 能够顺顺利利 一切都在陈兴您的掌控中 对陈市长您好的 对我也有好处不是 林红笑眯眯道 她的忧虑似乎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会仿佛已经没有了担心 目光多数落在对面楼下的 贺一军身上的陈兴 这时看到贺一军拿出手机要打电话 心想贺一军不离时 是要给他打电话了 果不其然 这念头刚起来 他的手机就响了 贺一军打来的 电话那边的贺一军问道 陈市长 您还在南正路这边吗 嗯 我还在 有什么发现吗 陈兴点头道 陈市长 方便向您当面汇报吗 贺一军支吾了一下说道 他琢磨着 最近这几天 公安局发生了巨变 人事变动也十分频繁 现在只是张青阳 黄胜辉 李万军等主要高层出事 但接下来 怕是还得有不少中高层落马 到时候空出来的位置就更多了 贺一军肯定也想奋一杯羹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要是能有往上提拔的机会 贺一军也不愿意错过 特别是市局 还有一个副局长的位置空着 贺一军不敢奢望那个位置 那对他来说不现实 只要能提个副支队长 他也就满足了 但他这几天 都没能跟陈兴见一面 贺一军生怕陈兴将他给忘了 现在能有机会在陈兴面前露下脸 贺一军自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好歹在陈兴面前 表示下自己的存在 那也可以 等一下我给你打电话 陈兴没有犹豫 便答应了下来 回头看了看林红 林小姐 我先走了 你有什么事在打我电话 这么快就走了 林红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但也没强留 他此时大脑也是乱乱的 只是道陈市长 待会记得跟我说下枪击案的情况 会的 陈兴笑着点了点头 转身往外走去 临出门前 陈兴又停了下来 笑道 林小姐 我看你这几天应该出去玩玩才是 别把自己搞得太紧张了 说不定没人跟踪你 至于晚上的枪击案 我看也只是巧合罢了 你不要自己想象力太丰富了 我倒是陈市长说得都对 那样我就不用担心了 林红笑着耸了耸肩 陈兴笑了笑 没再说啥 离开会所后 陈兴让司机李勇 将车开到案发地点不远处的一栋大厦下 他并不想让贺一军知道他刚才和林红碰面 给贺一军打电话 说了下自己的地点后 陈兴便坐在车里等起来 不多时 贺一军坐了一辆警车 在陈兴的车子旁边停下 贺一军上了陈兴的车子 恭敬地喊了一声陈市长 贺一军显得颇为激动 努力将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 贺一军向陈兴汇报着情况 陈市长 刚才被枪击的伤者是一位省厅的同志 目前还没有那位枪手的线索 我们局里的同志正在对案发时周边的商铺和市民了解情况 希望能得到有用的线索 省厅的同志 陈兴再次震惊了一下 贺一军后面的话 他已经没太注意听 注意力都在贺一军前面这句话上 那名伤者受伤重吗 现场还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吗 伤者没什么大碍 只是一点外伤 倒是我们市局的一名刑侦专家 大胆推断出了一个结论 那名枪手很有可能只是想警告下省厅的那位同志 但并不想杀害对方 所以连开两枪都没伤到对方 贺一军想了一下 干脆也将局里那位专家的大胆推论说了出来 只是警告一下 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陈兴也好奇了起来 这倒不清楚了 只能等后续的调查 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贺一军摇头 陈兴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被枪击的人竟会是省厅的人 这情况可着实让人意外不已 刚才他和林洪还讨论了几句有关这枪击案的事 但任凭两人怎么想都也想不到其中一方竟会是省厅的警察 贺一军见陈兴正名神思考 也不敢出声打扰 案情其实并没多少可以汇报 现在只是对现场初步勘察后得出的一些结论罢了 甭管是哪一种结论 都还只是推测 他同陈兴所说的这一种大胆推论 也不见得就站得住脚 尽快破案吧 这起枪击案就发生在闹市区 影响很恶劣 别让人以为咱们南州市的治安很差 陈兴良久之后才说了一句 会的 这种枪击案 我们都是当成大案要案来对待 会优先配备警力破案 局里的领导同样会高度重视 贺一军点了点头 犹豫了一下后 贺一军带着胆子问了一句 陈市长 市局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大的人事变动吗 嗯 陈兴转头看了贺一军一眼 瞧见贺一军脸上的蜥蜴神色后 陈兴恍然大悟 贺一军这也是有所求 只是不好意思直说罢了 陈兴这么一停顿 却是让贺一军心里咯噔了一下 心想自己的想法看来瞒不住陈兴 赶紧替自己掩饰到 陈市长 最近局里一下有几位高层出事 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的 特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 所以我也跟着八卦一下 只要行得正做得直 自然不会有事 陈兴淡然道 一军 你也别胡思乱想 好好表现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是 是 陈兴您批评的是 贺一军甘笑道 根本不敢有半句反驳 事实上 公安局现在也是乱得很 虽然省厅紧急派了一名副厅长下来坐镇 又是任命了一名新的副局长 但局里还有一名副局长的位置空着 而且 往后谁也不敢说 剩下的几个副局长就会安然无事 指不定又有人被牵连到也不一定 现在市局里到处都是躁动不安的心 有些是担心被牵连的 不少人听到纪委两字都是文虎色变 而字是没问题又处在一定位置的 则是盯上了空出来的肥缺 琢磨着趁这次市局高层大洗牌的机会 能否获得提拔 局里是人心浮动 众生百态 同时又是暗流潮涌 哪怕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仍然少不了明争暗斗 谁都在提防着别人 生怕被别人背后放冷箭 到时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陈兴回到住所时已经是将近十点 张宁宁从酒店吃完饭后就已经回来 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看到陈兴开门进来 张宁宁才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惊疑了一声 呀 都快十点了 我以为还早呢 看什么电视看得这么入迷 连时间都忘了 陈兴换了下鞋子 笑着走到沙发上坐下 紧挨着张宁宁 妻子身上那天生的淡淡体香 从鼻孔里钻了进来 陈兴很是贪婪地多吸了几口 回到家里 陈兴也不再去想工作上的那些争斗 专心享受二人世界 诺 爸爸在考察民生呢 刚才在谈医疗改革来着 张宁宁朝电视方向弩了弩嘴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江海卫视9点40的一档晚间新闻的开播时间 张宁宁是随意按到江海卫视后 看到电视上有父亲的镜头 便看起了新闻 还是爸爸好啊 一省支掌 做什么事都容易得多 想做一些时事 也能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 陈兴的目光跟着落到电视上 老丈人张国华正在安城考察 电视里的画面是张国华在探望贫困家庭的村民 张国华正在一户村民家里 了解村民的生活都有什么困难 新闻里介绍的背景是 那户村民提到了大病医疗报销是否能提高比例 那男主人说他老伴去年被查出了肾结石 因为结石太大 体外碎时碎了好几次都没碎下来 只能动手术 手术花了一万五千多 报销的时候只报了七千多点 自己要承担八千多 对他们这样的困难家庭来说 八千多是一笔大开销 一下子就增加了家庭的负担 张国华针对村民提到的这个情况 说到了医疗改革 省里正在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 研究适合本省的医疗改革创新 对于贫困家庭 将会有特殊政策对待 到时一定帮助到贫困家庭 当省长更不容易 别看老爸说话管用 但智轴也多 而且他处的位置高 说话做事都得更加谨慎 其实第十一级 才是一个官员 真正能大展拳脚的地方 正应了那句老话 传小好掉头 一些省里 不敢公然推行的政策 可以先在第十一级试点 效果好可以推广 效果差可以及时制止 这第十一级的领导位置 才是真的锻炼人 张宁宁笑道 看来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陈兴半开玩笑地说着 他对张宁宁的话大为赞同 抱怨归抱怨 但地级是有地级是的好 陈兴如今觉得 工作上面临很多阻力 那是因为本地派势力作梗 但就算是没有本地派这个派系 一个市长开展工作 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总会有来自这样那样的阻力 而到了省里 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少 省长要面向全省 向上还得对中央政府负责 所要考虑的却是更多 有关张国华的新闻 大概有几分钟 报道的都是上哪考察 上哪慰问的内容 张国华的新闻一完 接下来又是其他领导到哪视察了 两人也没再认真看 张宁宁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陈兴 我最近感觉有些不舒服 没啥食欲 看到油腻还特别反感 经常回想呕吐 怎么了 是不是生病了 搂着张宁宁 脸上原本还挂着惬意笑容的陈兴 咋一听到妻子的话 差点就没从沙发上跳起来 身子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坐直了 紧张地看了看妻子的脸色 先是上下打量着 紧接着又摸了摸妻子的额头 看是不是有什么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 边说着话 陈兴心里同时自责起来 她对张宁宁的关心太少了 平常两人是分居两地 自己也不是经常打电话去关心 经常都只顾着自己的工作 对妻子太忽略了 看什么呢 我的身体好着 哪里会那么容易生病 张宁宁脸色红了一下 心里却是甜滋滋的 原本对丈夫这个始作俑者的一丝怨怪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可不好说 我看你今年下来可累坏了 不仅要经常到山区里去看望孩子们 到了京城 还要操心自己的公司 基金会也不能不管 你一个人哪有那么多精力 铁打的人都会病倒 你得多注意身体才是 陈兴关心道 公司的是有职业经理人在帮我 基金会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忙 不是很累 张宁宁笑着摇了摇头 她生活在张家这种大富大贵之家 打小就是公主一般的人 但却没有养成半点娇气 不得不说 父母对她的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要不然她早就被家族里的一帮人宠坏了 你就嘴硬吧 我看你都比年初瘦了 也黑了一点点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我可都瞧在眼里呢 陈兴心疼道 是吗 张宁宁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脸 俏皮的眨了眨眼睛 黑一点也好 那么白干嘛 现在这个肤色才更健康吗 黑一点没关系 但别再瘦了 陈兴打心眼里心疼 放心啦 我平常有按时吃饭的 食欲也很好哦 只是最近才不太想吃饭 张宁宁说着话 两眼发亮的看着陈兴 眼神里散发着别样的光彩 反正我不舒服 不是生病了 不是生病 那怎么会不舒服 还会没有食欲 证明以食为天 吃饭可是头疼大事 没有食欲还得了 陈兴笑着摇头 反正你得听我的 以后不准再那么劳累 以后我要打电话去监督你 监督你休息 明天我先带你去医院看看 不管有没有病 检查一下也放心 哎呀 你真笨 都说了不是生病了 张宁宁气得拍了一下陈兴 我都说了 只是有点不太舒服 吃不得油腻食物而已 瞧你这乱说的 不管怎么说 上医院检查一下 才能放心点 陈兴坚决道 此时的她 还没察觉出异样来 你气死我了 张宁宁又好气又好笑 最后才干脆道 我这个月立假还没来 以前这个时候 都来好几天了 啥 陈兴半张的嘴巴 犹如被人施了魔法一样 直接叮嘱 眼珠子往外瞪着 傻傻地看着张宁宁 大脑一时处于空白状态 嘴上往外吐了这么一句 啊 这么快就怀上了 可能是 张宁宁白了陈兴一眼 娇羞地点了点头 虽然没打算这么快要孩子 但现在怀上了 张宁宁一开始对陈兴有点埋怨外 但也没真正的生气 而此刻更多的是幸福的神色 即便是意外怀上 但女人总有一股母性的光辉 想到自己可能要当妈妈了 张宁宁内心深处 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那我要当爸爸了 陈兴喃喃自语 好像是突然间 身份一下子转变了 她不再单纯的 只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她马上又要多了一层父亲的身份 毫无心理准备的陈兴觉得 这次的惊喜是来得如此突然 以至于陈兴彻底失态了 在呆愣了一会后 陈兴才猛地拍了下大腿 一惊一乍的 激动地看着张宁宁 张宁宁 确定了没有 真怀上了 历价没按时来 我自己又买了测运纸来测了一下 按照上面的说明 显示的是怀孕了 张宁宁点了点头 陈兴这么激动 张宁宁内心里也跟着高兴 好 好啊 我要当父亲了 我要当父亲了 咱俩有孩子了 得到了张宁宁确切答复的陈兴 兴奋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在原地里走来走去 陈兴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要干嘛 只是本能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她很激动 也很兴奋 中国人骨子里终归还是有传宗接代的思想 陈兴也不例外 孩子就是她的延续 张宁宁见陈兴一直傻笑着 心里跟着高兴 嘴上却是气道 都是你害的 上个月才叫你不要弄进去 结果你不听 瞧见了没有 现在中标了 张宁宁说着气话 陈兴却是半句都没听到 只顾着自己傻乐 不时地搓着双手 脸上的喜悦之情溢于眼表 比人家中了好几百万的还高兴 陈兴 你傻了呀 张宁宁看到陈兴的那傻样 忍俊不禁 同时心里涌起一股甜蜜 手上不知不觉地抚摸着 那根本还没有任何痕迹的肚子 脸上已经浮现出母性的光辉 有孩子跟没孩子的女人 差别很大 是 是有点傻了 陈兴看到张宁宁下意识的一个动作 立刻就停了下来 一步窜到了张宁宁跟前 二话不说就蹲了下来 把脸贴到张宁宁的肚子上 一脸认真的听着 你干嘛呢 看到陈兴的头往自己怀里拱 张宁宁笑着推了推陈兴的头 肚皮上都能感觉到陈兴那短寸头发扎着皮肤 我听听看小家伙有没有动静啊 陈兴说了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他并非连这点智商都没有 此刻只是发自内心的激动罢了 以至于说话都不着边际 更没有一丝市长的风范 在家里 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而他也格外的希望能有自己和张宁宁的孩子 他比绝大多数男人更希望当爹 现在的他完全没有了平时的睿智和冷静 现在才刚刚有 哪会有什么动静啊 张宁宁好笑地摇着头 但手上的力道却不知觉松了 没再把陈兴的头往外推 这个时候 张宁宁感觉格外的温馨 陈兴认真的将头贴在妻子的肚子上 仍然做着一副仔细聆听的样子 不时还皱了皱眉头 此时此刻 陈兴幼稚的如同孩子一般 怎么 有听到什么眉 张宁宁促瞎地看着陈兴 还没有 陈兴煞有介事地回答着 过几个月估计就有动静了 良久 陈兴似乎也听够了 缓缓地将头抬了起来 想了一下 陈兴突然又蹦出一句 宁宁 要不我们明天再到医院检查检查 看看是不是真怀上了 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张宁宁故意赌气般地撇过头 好老婆 咱们就去一趟吧 确定一下才放心了 再说了 这女人怀孕有很多要注意的东西 像饮食啊 还有日常的生活习惯啊 这些都不能再像平常一样随意了 咱们得征求下一生的专业意见 自己心里也才有谱不适 陈兴讨好的看着张宁宁 反正我是不去 张宁宁撬着嘴 眼里闪过一丝笑意 这样被丈夫哄着的感觉 让张宁宁很是享受 陈兴一见 张宁宁倔上了 可怜巴巴地望着张宁宁 此刻的陈兴仍是兴奋无比 要当爹的喜悦 压过了陈兴心里的一切事情 没有比这对陈兴来说更重要的事情 对了 我得赶紧把这事告诉爸爸妈妈 陈兴说完 又是火急火燎的拿手机打电话 整个人跟个小孩子似的 张宁宁看着跟往日稳重的形象相去甚远的陈兴 眼睛也笑得眯成一条线 她不想这么快要孩子 但怀上了也没办法 而丈夫如此激动 张宁宁没来由的也跟着高兴 陈兴将电话打回家里 笑着告诉父母亲说 两人要升格当爷爷奶奶了 电话那头的父母亲直接愣住 旋即就手舞足蹈起来 那个高兴竟跟陈兴相比 也不遑多让 陈兴隔着电话是看不到父母的表情 要是看到父母两人跟个孩子似的 乐不可知 陈兴恐怕要笑话父母两人一点也没有长辈的样子 但从父母声音里表现出来的激动 陈兴也知道父母是实实在在的高兴 要知道父母可是从他毕业就开始盼望着他 娶妻结婚早点生孩子了 到今年父母也总算是了结了这桩牵挂已久的心事 邹方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叮嘱着陈兴也好好照顾张宁宁 平日里该注意什么 有用没用地说了一大堆 反正是事无巨细 该吩咐的全吩咐了 不该吩咐的也啰嗦了一对 陈兴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 最后听到母亲叨叨说完了 才苦笑着挂掉电话 我的耳朵都快被妈给磨出茧子了 陈兴挂掉电话后 转头朝张宁宁笑道 眼里依旧带着兴奋的笑意 老妈现在对你可着紧了 我这个宝贝儿子已经降级为保姆了 说我要是不把你伺候好了 回到家里得挨板子了 那你可得表现好了 要是让我不满意 哼哼回头我就到妈那里告状 张宁宁得意地扬了扬头 那娇憨的样子看得沉兴大乐 刚才是看不到爸妈的样子 我估计他俩肯定高兴得跟孩子似的 沉兴笑道 还好意思说爸妈 你自己刚刚就是那个样子 要是被人看到堂堂的大市长 跟个小孩似的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张宁宁倾笑道 这有啥高兴吗 我这才是正常反应 陈兴嘴上一点也不认输 想到张宁宁只是在南州待几天 陈兴那张笑脸立刻垮了下来 宁宁要不你干脆到南州来吧 到南州来干嘛 你还能真的跟个保姆一样照顾我 再说了 你懂得照顾人吗 连做饭都不会的男人 还好意思说照顾人 张宁宁白了陈兴一眼 她尝过陈兴自诩为精湛的厨艺 韦食是一般般 我做饭是还可以的 比不上大厨而已 陈兴兴兴兴地笑了一下 玩笑归玩笑 但张宁宁说的也是实情 她是仪式支掌 大部分时间都得花在工作上 不可能真的将张宁宁这个准孕妇 照顾得妥妥当当的 要是请个保姆过来 那还不如让张宁宁待京城 赵母娘在京城 起码能就近照顾 而且在京城做什么也都方便点 陈兴没再提让张宁宁过来的事 相信跟岳父岳母说了之后 两人也不会赞同 重新坐到沙发上 陈兴这次搂着张宁宁的腰可就小心翼翼了 笑道 宁宁 你现在可是一提两命 以后就算不为你着想 也得为肚子里的宝宝着想 千万不能再劳累了 平常要多休息 什么一提两命 听你这话真别扭 张宁宁笑着按住了陈兴 放在自己腰间的手 那手一放她腰上 就开始不老实起来 夫妻俩坐在沙发上温馨地说着话 心情大好的陈兴 不管说啥都是笑着的 一时间 整个客厅里笑声隆隆 而此刻 陈兴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大事一般 突然拍了下大腿 惊叫一声 哎呀 那我以后几个月 岂不是要受苦了 什么受苦 张宁宁不知道在陈兴在说啥 愣道 来 我悄悄告诉你 陈兴煞有介事 等张宁宁耳朵凑了过来 陈兴坏笑道 老婆 你想想 你如今怀孕了 那岂不是不能行方式了 那我咋办 我这血气方刚的大男人 总得不时释放一下吧 不正经 张宁宁一听 大修 挥起小拳头 就往陈兴的身上落下 你看你像话吗 还是个市长呢 跟个色鬼一样 脑袋里竟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嘿嘿 怎么能叫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这是人之常情 男女之间要是没那点事 这世界上哪里会有人呢 陈兴贼笑着 一双手早已在张宁宁身上作恶起来 手放哪呢 不准乱碰 张宁宁轻斥了一句 嘴上虽然如此说 也没阻止陈兴的动作 夫妻俩笑闹着 就在这时 张宁宁的电话响了起来 陈兴颇为不高兴地撇了下嘴 都这会了 谁打的电话 真不会看时间 基金会里的人打来的 张宁宁看了下号码 那你赶紧接电话吧 免得有啥急事 陈兴一听是基金会的人 也没再说啥 小卢 什么事 张宁宁接起电话 电话是基金会里 一位刚大学毕业的小女孩打过来的 叫卢力 是基金会办公室招的一名新人 负责基金会的后勤事宜 张姐 我们在酒吧碰到坏人了 陈哥都被打得流血了 电话里 卢力带着哭腔道 怎么回事 你们咋跑酒吧去了 张宁宁惊地站了起来 我们吃完饭会住的酒店 看时间还挺早 陈哥就建议说来酒吧玩玩 我们想想也没啥事 就过来了 哪知道在酒吧碰到坏人了 卢力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可怜他 还是第一次上酒吧这种地方 本来还觉得挺新奇刺激的 不曾想第一次进来 就碰到有人耍流氓 长相清纯的他 一进来就被人盯上 有难的找他搭讪 要请他喝酒 他也不懂得如何去处理 都是生硬地回绝 后来有一个男的对他缠得紧 基金会里 一位年长的大哥看不过去 就站出来护着他 这不 一下子就发生冲突了 小卢 你别哭 我马上赶过去 你们在哪家酒吧 张宁宁听到卢力的哭声 心都就紧了 这小女孩很是乖巧 人也勤快 基金会里的人都很喜欢他 张宁宁也是打心眼里 喜欢这个勤快 而又单纯善良的小女生 就在我们住的酒店不远处 这里是什么位置 我也不清楚 但这家酒吧叫酷乐酒吧 好 我马上过去 你们别再跟对方起冲突 有什么委屈就忍着 保护自己要紧 张宁宁关切地叮嘱道 挂掉电话 张宁宁转头看着陈兴 陈兴酷乐酒吧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在哪 不过知道酒吧名字了 要找还不容易 出租车司机肯定都知道 陈兴回头看了下时间 宁宁发生什么事了 基金会里的几个人到酒吧去完了 和人发生冲突 应该是打起来了 有人受伤 我过去看看 张宁宁整理了下 被陈兴弄得有些乱的衣服 你要不要跟我过去 我当然要跟你过去 都这么晚了 我哪放心让你一人过去 再说了 你现在是有孕在身 我要是不看着你 我可不放心 特别是酒吧那种地方 陈兴笑道 两人边说着话边往外走去 陈兴并没有叫司机过来 再打电话等司机开车过来 反而更慢 两人干脆在门口打了辆低士 酷乐酒吧 此时卢力躲在基金会的几个大哥大姐身后 他在一行人里年纪最小 大家也都护着他 而他口中的那个陈哥也是最开始提议过来酒吧玩的 叫陈华 也就三十多岁的年纪 几人中 只有陈华受伤严重点 鲜血顺着脸颊从头上流下来 至于其他几人 女的还好点 只是刚才在推嗓的时候被人趁机占了便宜 有个别的 衣服的胸前位置上还留下了鲜明的手印 刚才被人趁乱摸的 而男的 则是和陈华一样 挨了不少拳脚 但看起来没陈华那么狼狈 因为陈华是最先站出来呵斥对方的人 所以被打得最惨 哎呀 小妹妹 打完电话了 是不是搬救兵了 哎呦 我好怕哦 几人对面 一个男子好整以侠地坐在椅子上 看着几人戏谑地笑道 刚才卢力打电话 就在他的眼皮底下 他拦也不拦 此时更是有恃无恐地留下来 酒吧的其他客人 明显是看热闹一般地围成了一圈 酒吧的工作人员 则是连吭声都不敢吭声 只是赶紧打电话通知老板 然后在一旁陪笑着 也不敢阻扰男子在酒吧里闹事 酒吧在南州市 也算是很有名的一家酒吧了 规模不小 老板也算是黑白两道都能吃开的人 要不然也做不了酒吧这种生意 但眼前惹事的这名男子 却是来头大的很 酒吧的工作人员 都得到过老板的特别叮嘱 要将对方当成菩萨一样供着 对方在酒吧里 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别扫了对方的心 小菲 怎么了 谁这么不开眼惹了你 接到电话后很快赶来的酒吧老板 讨好的走到男子跟前 满脸肥肉的脸上笑起来一抖一抖的 那眼珠子都快被肉给挤没了 没什么 随便找个乐头而已 最近烦心事多 也无聊 找点乐子姐姐们 男子撇了撇嘴 目光在奴隶脸上来回瞅着 那眼神如同猎人看到自己的猎物一样 还是小菲 你活得潇洒 像我们这种老骨头 想玩都玩不起来了 酒吧老板眼神迅速在奴隶一方的几人身上扫过 在奴隶身上逗留了一下 很快便收了回来 刚才下面的人给他打电话时 已经说明了情况 他这一过来 立马就知道 男子是对那小女孩感兴趣了 仔细看看 确实挺有点意思 一看就知道 还涉事未深 老王 你也不差吗 听说你外面养了一个很水灵的学生妹哦 男子笑道 嗨嗨 小菲 咱不说这事 酒吧老板扫了周围一眼 尴尬的笑笑 他身边的一些朋友 偶尔也会来酒吧玩 要是被听了去 传到老婆里 那他回到家里 又没得安生了 则 有就有 瞧你这遮遮掩掩的 没一点男人气魄吗 男子嘲笑道 我这都老骨头一把了 就算是有气魄也磨没了 还是你们年轻人好 敢想敢干 酒吧老板笑了笑 最后一个字 咬得特别重 还有一往奴隶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意思不言自明 至于男子的嘲讽 他也不放在心上 以前他并不知道男子的身份 也是有一次受益官场里的朋友提点才知道的 年轻男子是前市委书记陈同进的宝贝儿子陈大飞 是陈家的独苗 陈同进宝贝的不得了 将这个儿子宠上了天 酒吧老板在知道男子的身份后 立马就费尽心思的巴结 到现在总算是和陈大飞搭上了关系 陈大飞最近很烦 他和郑光福和张青阳都是交情匪浅 两人却是先后出了事 郑光福突然就死了 最他妈搞笑的还是慢性中毒死的 陈大飞听到这个结果时 都差点咬着自己的舌头 这剧情也太悬疑了 都快可以拍成电视剧了 而张青阳随后也被省纪委带走 陈大飞听闻之后也吓了一跳 胆子一向大的狠的他 这次也不敢胡乱说啥 即便是他老子没退 陈大飞也不敢对省纪委的是说三到四的 那个部门能不惹还是不去惹 两个关系挺好的朋友都出事了 陈大飞一下就少了很多乐子 以前他经常到郑光福那里去玩 郑光福旗下的几家娱乐城和夜总会 也是他常光顾的地方 但现在郑光福挂了 旗下的娱乐城和夜总会也都被查封了 陈大飞就少了些玩的去处了 这些天改到酒吧来玩了 库勒酒吧的老板王长军也是挺会来世的一个人 陈大飞让王长军招待了几次 对着满脸肥肉的胖子也看得挺顺眼 这库勒酒吧也就成了他这几天常来玩的地方 小飞要不要我帮你把那小姑娘弄到床上去 王长军和陈大飞旁若无人地说笑了几句 突然凑到了陈大飞耳旁低声道 一双小眼珠子朝着奴隶的方向看着 低溜溜地转得贼快 不用霸王应上功有啥意思 咱是文明人玩的是情调不是耍流氓 陈大飞摆了白手一本正经道 对对还是小飞你比较高雅像我就是一俗人 王长军黑黑笑着就差没说连陈大飞放的屁也是香的了 他这一笑脸上的肥肉再次拼凑成一团很是滑稽 陈大飞对王长军的恭维并不怎么在意 奉承的话他听得太多了一开始觉得挺受用 但听着听着也就没意思了 没再理会王长军 陈大飞眼神再次落到奴隶身上 小妹妹怎么样过来陪我喝一杯 我让你的朋友走 陈大飞这么一说奴隶吓得更是往后缩了缩 至于头上还流着血的陈华 这会更是气得骂道 你这王八高子有本事把我废了 对一个女孩子动手 你算哪门子本事 哈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对一个女孩子动手了 我是要和小妹妹喝两杯交流下感情罢了 你一个杂种跳出来冲什么英雄 陈大飞笑眯眯地说着 那张看着挺英俊的脸就跟狗脸一样 说变就变 你再骂一句 信不信我让你交代在这里 陈华别逞强 咱们毕竟是外来的 人生地不熟 别跟他们这些低头舌豆 忍一忍 陈华旁边的一个年长女子说道 要说这陈华也是三十来岁的年纪 骨子里还是有年轻人的冲动和血性 碰到这种事就格外看不过去 特别是卢力还是他们基金会的小同事 再加上今晚来酒吧玩是他提议的 卢力要是被人调戏了 他面子也过不去 所以他也必须站出来逞这个英雄 骂你怎么着 你这王八高子 老子十句百句都敢骂 冲动起来的陈华根本听不进身边人的劝 他话一出口 陈大飞那张英俊的面孔上依然带着笑容 但眼神里却是闪过一丝阴狠 那笑容让人感到阴寒和森冷 朝后便几个打手挥了下手 陈大飞嘴角往上一扬 几个青壮男子当时点了点头 围着陈华走了过去 就在这时 酒吧外警铃声大作 随即一阵吆喝声传进来 人味道 声先道 有警察推开围观的人群走了进去 干嘛 干嘛 谁报的警 警察一道 刚才一直嘴硬的陈华 悄然松了口气 他看见几个青壮男子走过来 神经都绷紧了 知道是冲他来的 要是警察还不到 对方怕是真敢对他下狠手 理所 今晚你值班呀 带队的那名警察 王长军正好认识 接到派出所的李敏南副所长 赶紧笑着走上前地了根烟 老王 咋回事 李敏南接过王长军的烟 扫尸了现场一圈 看到陈大飞时 李敏南身体一震 撇下王长军就往前走去 陈少 你也在啊 嗯 陈大飞鼻孔朝天地轻恩了一声 连看都没正眼看李敏南 头还是抬着的 只是轻哼了一声 你们警察来得到真及时 陈少 发生什么事了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李敏南厚着脸皮凑上前笑道 耳朵确实听出那话外之音了 合着自己这么快出警 好像来得不太是时候 帮忙倒不用 就是你们警察太敬业了 陈大飞不音不扬地说道 是是 李敏南陪笑着 眼神在现场扫来扫去 脑袋瓜子已经迅速转了起来 很快 李敏南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站直了起来 朝手下几个警员大声吩咐道 看来这里没发生什么事 说对了 大家都回去 李敏南说完 便又低下头来 低声道 陈少 我先撤了 你要有啥需要 随时打我电话 我立马过来 李敏南带着人来得快去的也快 陈华看见过来的警察问都没问情况 就走时 直接傻了 特别是看到那几名轻壮男子 不好好意的目光时 陈华这回多少有点为自己刚才的冲动后悔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小力 你刚才给张总打电话 他有说多久过来吗 陈华旁边的同事着急地问卢力道 他们眼睛也不瞎 知道对面的几人是要来收拾陈华了 张姐说她立刻过来 但没说多久到 卢力险些又哭出来 今晚她是头一次经历这种事 完全被吓得手足无措 卢力这么一回答 几人都担忧起来 现在他们只能指望张宁宁能赶紧过来了 他们知道张宁宁和本市市长的关系不错 张宁宁过来 或许才能解决眼下的危机 至于张宁宁和陈兴的真实关系 几人却是不知道 甚至连张宁宁的真正身份 他们都还蒙在鼓里 也就只有孔于轩知道内情 而今晚 孔于轩并没跟他们一块过来 吃完饭后 孔于轩是和他们一块回下榻的酒店的 但他们敲门的时候 孔于轩并不在屋里 几人以为孔于轩单独出去了 也没再叫 就独自来酒吧玩了 眼下出了事 但是张宁宁不知道多久能赶过来 这边的情况 却是挺危急 几人都着急不已 警察同志 我们要报警 这里有人要打人 陈华身边的一个人突然喊道 也算是极致 明知道过来的这些警察 跟对方明显是一伙的 他仍故意大声喊 想让警察们不好离去 只要警察暂时留下来 相信对方不敢公然打人 等张宁宁过来就好了 嚷什么嚷什么 再报假警就把你们拘留起来 浪费警力 李敏南转头瞪了一眼 压根不理会那句报警的话 反而安了个报假警的帽子上去 人已经往外走去 陈华 你赶紧跑 跑到警察身边 跟他们一块出去 警察就算是和他们沆瀣一气 这种情况下 肯定也不敢看着你公然被打 陈华旁边的人急到 我就在这站着 他们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我相信早晚有人来治他们 陈华还是输人不输阵 明明已经后悔了 嘴上还是一点不服软 死鸭子还嘴硬 陈大飞将陈华的话 一字不落地听进耳里 冷笑了一下 几个青壮男子 已经摩拳擦掌地围过去 围观的人更是唯恐天下不乱 叫嚷了起来 陈卿和张宁宁 此刻正坐着出租车 赶往库勒酒吧的路上 上车前 陈卿就给贺一军打了电话 让贺一军带点人到酒吧 陈卿这也是生怕 张宁宁出点啥意外 酒吧一向是容易发生是非的地方 人多又乱 陈兴队已经升格为准妈妈的妻子 是着景无比 有备无患 就在李敏南要带人离去时 贺一军也带人到了 李敏南瞅见 又来了一对警察 疑惑地停了下来 想问下是不是去分局的 见到贺一军从车上下来时 李敏南才正了一下 眼里满是疑惑 心说贺一军这个管行真的怎么过来了 迎上前 笑道 贺对 你怎么来了 理所 贺一军看到李敏南 同样惊讶了一下 点头打着招呼 贺一军目光往酒吧里看去 顾不得和李敏南寒暄 笑道 听说这里发生点情况 我来了解一下 贺一军说着 人已经往酒吧里走去 陈华此时又挨揍了 哪怕是有旁边的同事帮忙拦人 依然挡不住 唯一的好处是让陈华少挨了点拳脚 住手 都住手 贺一军一走进来 就看到酒吧里正发生斗殴 陈兴有跟他交代了下情况 贺一军一时分辨不出哪方是陈兴说的人 赶紧先出声制止 则 这李敏南是故意给我找茬不成 刚走就又回来管闲事了 陈大飞见警察又走了进来 以为是李敏南的人 一脸腻歪 贺一军带着人 迅速将打人的挤人拉开 李敏南也没离去 跟着贺一军进来了 见陈大飞盯着他看 李敏南知道自己被误会了 赶紧走上前去解释 小声道 陈少 那不是我们所理的 是市局的人 前面那个是市局刑警一大队的大队长贺一军 市局的 陈大飞一愣 转头看了贺一军几眼 陈大飞只是眉毛一扬 并没将贺一军放在心上 口气不善 你去让他们离开 要不然后果自负 贺一军此时也在迅速打量着现场的情况 看到陈大飞时 贺一军就知道被打的这边 是陈兴跟他交代要保护的对象了 因为他认得陈大飞 陈大飞不知道他是谁 但他对这位在南州市飞扬跋扈出了名的官二代 想不认识都难 公安局 怕是跟陈大飞打交到最多的一个部门了 因为平常没少接到跟陈大飞有关的报案 但都是不大的案子 局里也没立案 陈大飞有位前市委书记的老爸 只要不是他杀人放火 公安局这边也不敢将他怎样 话又说回来 即便是他真干了犯罪的勾当又怎么样 到时候恐怕又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贺一军在公安局的时间也有好些年头了 早就见惯了各种勾当 刚穿上这身警服时还有一颗热血沸腾的正义心 但现在也差不多都麻木了 也就剩下心里那点良知了 贺一军认出陈大飞 而此时站在陈大飞身旁的李敏南 听着陈大飞对他的吩咐 一脸苦笑 陈少 我却估计不够格 人家是市局的 我说话不好使 你不够格 那我让你去说 还不够格吗 陈大飞瞥了李敏南一眼 对李敏南这种遇事 就当缩头乌龟的油滑性格明显是很不满 陈少 那我过去试试 李敏南干笑了一下 心说要巴结这位二世祖 还真没那么简单 李敏南走到贺一军身旁 贺对 借一步说话 两人走到一旁 李敏南巧声对贺一军道 贺对 陈少你应该认识 这是他的事来着 让咱们警方别多管闲事 理所 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 难道理所就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 对得起我们身上这身警服吗 贺一军受了陈兴所托 此时根本不可能放任不管 大义里然道 贺对 我倒是想管来着 关键是管不了 你也瞧见了 那位陈大少脾气火爆得很 咱们要是多管闲事 他在这里就能冲着咱们破口大骂 到时候难堪的还不是我们 而且他真想干嘛 咱们也阻止不了呀 总不能把人靠走吧 就算是不能把人靠走 起码我们待在这里也能让他稍微收敛点 难道你想看着人被打死不管吗 贺一军反驳着李敏南的话 他对李敏南的态度倒也不生气 碰到陈大飞这种来头大的二十足 他们警方其实也很无奈 抓不得 动不得 李敏南有这种想法也是正常 要是今天这事不是陈兴吩咐过来的 贺一军多半也不会这么坚持 贺对我也就是转达下那位陈少的意思 你想怎么做我都是支持的 李敏南兴兴地笑了笑 他无疑是想两边都不得罪 看着贺一军的眼神多少也有些诧异 先说以往和贺一军的接触不算多 没想到对方倒是挺有骨气 理所既然你和他认识 那你就去跟他说说 咱们警方没少给他面子 他好歹也给我们点面子 当着我们警察的面打人 这让我们脸面往哪搁 贺对 你的话我会帮你转达 李敏南脸上抽动了一下 古怪地看了贺一军一眼 李敏南转身走了回去 贺一军也回到陈华这边 见陈华头破血流的 贺一军关切地问了一句 他倒不是真的着急 而是因为陈兴过问这件事 在不知道陈华几人和陈兴有啥关系之前 要是陈华受了什么重伤 他也不好向陈兴交代 警察大哥 是不是张姐让你们过来的 卢力这时候才放心了不少 眼巴巴地望着贺一军 他们几人都瞧出来了 后面过来的贺一军和李敏南 明显不是一路的 两人刚才虽然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但贺一军显然是要维护他们 只是看对面那年轻男子有恃无恐的样子 几人心里确实还有些担心 生怕贺一军待会也会走 张姐 不认的 贺一军疑惑地摇了摇头 打量着几人 想想还是问了一句 你们有谁和陈市长认识吗 认识认识 我们张总和陈市长很熟 肯定是我们张总和你们陈市长打了招呼了 这时另外一人赶紧出声道 生怕贺一军等下也不管他们 贺一军点了点头 心里按道一声果然 回头正好碰见陈大飞目光不善地看过来时 贺一军心头猛地跳了一下 看陈大飞的眼神 贺一军琢磨着 这位出了名的二世祖是不肯轻易善罢甘休了 陈兴还没过来 他此刻的任务可得保护好这几人 市局的是吗 听说还是个大队长 陈大飞走了过来 笑容玩味地盯着贺一军 当个大队长不容易 你确定要多管闲事 维护社会治安是我们警方的职责 有人报警 我们就不可能坐视不理 穿着这身警服 我们有义务保一方平安 贺一军一点不示弱地迎上陈大飞的目光 心里头多少也有些打鼓 并不是怕了陈大飞 而是对陈大飞背后那位退休的老爸忌惮而已 哟 还真是一名称职的好警察 而且挺会讲大道理的嘛 就怕你接个管了 你就回老家种田去了 陈大飞不屑地看着贺一军 我再问你一句 你真要多管闲事 我说了不是多管闲事 这本来就是我们警方该管的事 谈不上多管闲事 贺一军气势昂扬 心里没谱 但贺一军显然是认为不能弱了气势 边上的李敏南 见贺一军态度这么强硬 竟敢跟陈大飞对着干 也忍不住想对贺一军束个大拇指 别的不说 李敏南就佩服贺一军还有这勇气 要是换成其他人 再知道陈大飞身份的情况 早就闹了 他就是个例子 起码他不想管这事 得罪不起 躲还躲不起吗 不过李敏南很快就察觉不对劲了 110报警台接到报警电话后 都是根据事发地点 转到下面相应的辖区派出所 他们就是接了电话过来的 贺一军这个刑警大队长 怎么也带人过来了 这来得有点不太对劲呀 李敏南刚闪过这个念头 眼睛就瞪圆了 他站的位置正好斜对着门口 此刻门口走进来的两人 其中一个不是市长陈兴是谁 李敏南几乎是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以为自己眼睛花了 出现错觉了不成 此刻陈大飞并没去住一门口 听到贺一军的话 陈大飞气地笑了起来 好 好 真有种 本来嘛 我也就是随便玩玩 但根本没想惹什么事 看来有人并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们陈家最近低调了 有人是觉得我们好欺负了 陈少 这是两码事 你何必硬扯在一起 贺一军无奈道 眼神却是突然亮了一下 他已经看到陈兴走进来了 原来你也知道我 知道我还不给我面子 你有种 不过我现在最后告诉你一句 给我滚到一边去 陈大飞冷冷地看了贺一军一眼 已经打定主意 要给贺一军这个大队长 一点颜色瞧瞧 让他知道陈家的威力 老虎不发威 都以为陈家已经过气了 目光越过贺一军 陈大飞这时候 还有心情逗弄着奴隶 小姑娘 过来陪哥喝一杯 让哥高兴了 对你那朋友 我就既往不救 要不然 你们今晚可离不开这酒吧 小卢 你们没事吧 走进酒吧后的张宁宁 看到奴隶几人 快步走了过去 见陈华一脸的血 张宁宁眼里闪过一丝怒火 关切道 陈华 你流了这么多血 还不赶紧去医院 张宁宁这一出现 一下子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围观的客人中 竟有人吹起了口哨 关键是 张宁宁太美了 这酒吧里玩的客人 有不少都是不务正业的小流氓 见到美女就喜欢吹口哨 张宁宁太引人注目 以至于在场的不少男士 都两眼冒光 陈大飞看到张宁宁时 都是两眼一亮 以至于没有看到边上的陈兴 陈兴没跟张宁宁一块上前 只是在边上站着 而陈大飞眼珠子 就跟生了根似的盯在张宁宁身上 哎呀 又来了一个美女 是你让人打伤她的 张宁宁指了指承华 看向陈大飞 一脸怒色 呦 美女想找我算账不成 有性格 我喜欢 陈大飞笑嘻嘻地说着 往前走了一步 想要靠近张宁宁 和一军赶忙挡住 她不知道陈大飞想干嘛 但她现在能确定的是 面前这漂亮的少见的女人 跟陈兴关系匪浅 从陈兴亲自跟过来就知道了 滚一边去 信不信我扒了你的乌纱帽 陈大飞见赫衣军赶拦自己 骂道 好大的口气 你以为组织部是你家开的吗 进来后的陈兴并没立刻出声 刚在旁边站了一下 此刻听到陈大飞这句话 陈兴终于忍不住出声 哪个王八蛋又在一旁锅躁 陈大飞听见旁边不和谐的声音 转头怒骂了一声 浑然没注意 李敏南刚刚一直对她使眼色来着 陈 陈兴 陈大飞喃喃说了一句 人已经正住 脑袋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 怎么她转个头 陈兴就出现在酒吧里面了 义军 对这种流氓 你们警察还愣着干嘛 不知道把人拘留起来吗 陈兴转头看向贺义军 她对陈大飞这种仗势欺人的二世祖 一向就是不手软 何况陈大飞 刚刚竟还有调戏张明宁的想法 是可忍孰不可忍 陈 你别欺人太甚 陈大飞本想联名待姓地 直呼陈兴的姓名 最后生生忍住 她对陈兴还是很忌惮的 毕竟她父亲已经退休了 平常她欺负一些像贺义军这样的干部 还有底气 但面对陈兴这种级别的 陈大飞就算再混也不敢乱来了 终究是有所忌惮 欺人太甚 你气势凌人地欺负人的时候 怎么就没觉得自己欺人太甚 陈兴冷冷地看着陈大飞 跟这种人她都懒得废话 义军 让你的人把人带走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需要拘留的 也不要手软 陈市长 她是 贺义军以为陈兴不知道陈大飞是前书记的儿子 想出声提醒一下 我知道他是谁 你们该抓就抓 谁来说情也别理 陈兴斩钉截铁道 贺义军听到陈兴这么说 忍不住咽里咽口水 心想这陈市长还真是敢做岗位 别人不敢做的 他都敢做 他还没见过一个像陈兴这么有魄力的领导 陈市长 那我真抓了 贺义军重复了一遍 不抓还站着干嘛 陈兴美好气道 下面的人畏首畏尾的毛病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但也不能怪他们 对于来自上层的权势 底层的人难免会畏惧 陈兴如此说 贺义军的胆子也横了起来 反正天塌下来有个高顶着 既然是陈兴让他抓人的 到时候有人发难的话 自有陈兴去顶着 你敢 陈大飞见贺义军 真让人上来抓他 眼睛瞪了起来 他对陈兴有忌惮 对贺义军是半点压力都没有 此时仍敢放狠话 你抓我试试 抓你怎么了 你是老虎屁股摸不的吗 陈兴盯着陈大飞 一军 别再跟他啰嗦 贺义军点了点头 也不管陈大飞谩骂 是一几个手下上前抓人 至于李敏南 这时候早已当起了缩头乌龟 人都已经缩到后面去了 看到被打的人跟陈兴似乎有点关系 李敏南就知道不妙了 趁着陈兴不认识 他这个小小派出所的副所长 李敏南打算溜之大吉了 而酒吧的老板王常军 此时更是额头冒汗 躲到边上去 怎么 你们想暴力抗警吗 贺义军看着陈大飞旁边几个轻壮男子 这几人跟陈大飞是一伙的 你们闪开 有本事让他们来抓 陈大飞怒视着贺义军 抓就抓 老子害怕了你不成 贺义军心里嘀咕了一句 这话不敢明说出来 但心里却是畅快得很 像陈大飞这种顽固子弟 早该有人来制制他了 陈大飞被带走了 几名警察将他架了出去 陈大飞破口大骂 虽然没敢明着骂陈兴 但一些难听的话也是冲着陈兴去的 而贺义军等人 则是被陈大飞直接骂得狗血淋头 几人虽恨不得抽陈大飞几耳光 但也只能当没听见 陈华 你赶紧到医院去看一下 头部受伤了 还流了这么多血 不能再耽搁了 张宁宁转头对陈华道 张总 没事 头上就是被啤酒瓶砸了一下 破皮了 没看我现在还好好站着吗 陈华笑了笑 脸色有些苍白 还说没事 脸上都没血色了 张宁宁摇了摇头 先赶紧到医院去再说 回头我会给你们讨一个公道 张姐 你一定要给我出这口气 刚才那人太可恶了 卢力小脸上还一副后怕的样子 放心吧 张姐一定给你们做主 张宁宁笑道 对了 于轩呢 她没跟你们在一起 没啊 我们要出来的时候 她就已经不在了 自己一人出去了 卢力摇头道 哦 张宁宁点着头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一不在 你们就惹事了 就在这时 孔于轩匆匆从酒吧外走了进来 宁宁 怎么回事 我接到他们的电话 就赶紧过来了 没事 他们在酒吧玩 和人发生冲突了 张宁宁笑了笑 于轩 你上哪去了 没上啊 我在南州有个朋友 刚才出去 和她坐一坐 早知道就不出去了 乔我姨不在 他们就惹事了 孔于轩半开玩笑道 孔姐 可不是我们惹事 是他们来骚扰我们 成哥看不过才站出来的 结果被打了 卢力 扁着小嘴道 好 好 不是你们惹事 我就知道 你们不会乱来 孔于轩含笑点头 贺义军看着手下的人 将陈大飞带上警车离去 这才又折了回来 见酒吧已经没什么事 贺义军向陈兴请示着 陈市长 您还有时要吩咐没 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陈大飞别急着放 不管是谁打电话来讲情 你都别管 陈兴吩咐道 陈兴 我们基金会几人都是受害者 等下记得让警察们给他们做下笔录 对那打人的人 起码也够个治安拘留了 张宁宁说道 义军 听到了没有 照他说的去做 陈兴转头对贺义军道 贺义军点了点头 叫了个手下过来做笔录 贺义军眼神在张宁宁和陈兴身上飘着 不知道张宁宁是陈兴的妻子 贺义军此时还在心里八卦着 琢磨着两人是什么关系 手机响了起来 贺义军见识自己的电话 忙接了起来 一听 贺义军呆愣了一下 你说啥 贺队 刚接到报警 刚才在沿海大道的半岛别墅小区 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电话那头是市局的人 好 我马上过去 反应过来的贺义军忙不迭点头 发生什么事 陈市长 半岛别墅那边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我现在要立刻过去 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陈兴眉头大皱 今晚是怎么了 一晚上连发生了两起枪击案 南州市的治安已经差到这个地步了 猛的 陈兴呆住 他突然想起来了 林洪不就是住在半岛别墅小区吗 你赶紧过去 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汇报 陈兴登时向贺义军说道 好 那我先走了 沿海大道 一辆车窗上 带着弹孔的车子 在海边公路上急驰着 在这深秋的夜晚 车上开车的章鱼 却是额头冒着冷汗 神色多少带着些惊慌 开着车头也不回的 驶离半岛别墅小区 一晚上连续经历了两起枪击案 饶视章鱼胆色过人 仍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神秘的开枪折 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 仿若幽灵一般 张宇都快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死神盯上了 她自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刑警 但她的直觉要是没错的话 对方完全有能力秒杀她 这一次 张宇没有选择像第一次那样留在原地 上次她没走 可以解释说是去买茶叶 但这次她在这这别墅小区里又遭到了枪击了 要是等南州市局的警察过来看到她 那张宇就不好解释了 她跟踪林红是保密的 不归属于省厅的行动 要是被人察觉出她在跟踪林红 那她对背后那人就不好交代了 所以张宇在第一时间就选择开车迅速离开现场 当然 这次张宇也着实是被吓到了 一晚上经历两次枪击 就算是在整个公安系统里 她怕也是头一个了 别墅小区里 林红站在二楼的阳台 秀气的眉头上隐隐有一丝阴霾 凝重地盯着小区门口的方向 听到枪响的一刹那 林红拿在手上的杯子应声落地 碎玻璃渣子散了一地 林红顾不得收拾 匆忙走到阳台上来 朝着枪声的方向看去 小区门口此时已经不少人 林红没下去凑热闹 但脸上有着深深的忧色 第一次枪击案发生在她会所对面楼下 当时可以解释为巧合 但在她住的小区门口 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那又如何解释 天底下真会有那么多巧合的事吗 站在阳台上 早已经洗完澡 小区门口 换上睡衣的林红身上 只披了一件薄外套 海风吹来 林红只觉得遍体声寒 那不是来自体表肌肤的寒冷 而是由内而外的冷 林红有一种说不出的惊惧 无端端地生出一股未知的恐惧 如果不是她请的保镖 就住在楼下 林红自己一人 已经不敢再在这屋里待下去 小妍 你上来一下 林红朝站在楼下的保镖喊道 此刻 对方也站在门口 因为她的别墅在半山腰上 就算是站在一楼大门 仍弄清楚地看到小区门口 保镖叫严俊 据说是她所找的那家保镖公司的王牌之一 曾经在军队里的特种部队待过 还拿过所在军区内部比武大赛的名次 很是了得 林红不知道 这些是不是那家保镖公司自吹的 但此刻 这名保镖 却是唯一能给她带来安全感的人 严俊默默地上了楼 来到了林红身后 她的身子仿若没有重量 脚上穿着军用皮鞋 但没有发出一点点声响 要不是转头 林红都不知道 对方已经站在自己后边 严俊给林红的印象 一直都是少言寡语的 现在也不例外 站在林红后边 没有说话 唯有林红开口问什么 她才会答一句 林红脑袋乱糟糟的 看着一向捧着一张脸的严俊 林红突然问了一句 小言 你身上有枪吗 没有 枪支管支严 我们是没法配枪的 严俊摇了摇头 难得多说了一句 就算是公司能从其他渠道搞到枪 也不会让我们随身携带 除非顾客特殊需要 我们才会带枪 林红点了点头 转身走回屋里 当他再次走出来的时候 手上已经多了一把小巧的手枪 林红可以清楚地看见 严俊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将枪递到严俊手上 林红开口道 这把枪你先拿着 里面有几发子弹 这两天先给你用 你向你们公司申请一把枪吧 就说是我的要求 严俊接过枪 盯着林红看了一会 他能感受到 林红藏在内心的不安和焦虑 林小姐 申请加枪 价钱是要提高的 得另外签一份合同 价钱不是问题 需要加多少就加多少 你尽快申请一把枪就是 回头这把枪要还给我 林红摆了摆手 一向将钱看得十分重的林红 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觉得 钱不是东西 好 我等下就向公司申请 严俊严谨一概 林红没在说话 只是正正的看着远方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严俊如同一尊雕像一样站着 没有出声打扰 一动不动 小颜 你怎么看 林红声音飘忽 这两天一直有被跟踪的感觉 或许真的跟你有关 严俊皱了下眉头 感觉脸色火辣辣的 他自诩为保镖公司的王牌 现在 却是连有没有人跟踪都不能准确的把握 他自己都觉得丢人 只不过林红没注意到他的窘态罢了 你也不能确定是否真的有人跟踪吗 林红正正的盯着颜俊 不能很肯定 每次总感觉要抓着对方的尾巴 但都差那么一点点 以前在部队里 我擅长的是近身格斗和射击 反侦查并不太擅长 严俊被林红看得低下头 他给林红当保镖 一天的收费是按签算钱的 这会多少有些乃言 解释了一句 林小姐 我可以给您保证 只要是有人想近身危害您的安全 我一定能保护您的 我相信你 林红挤出一丝笑容 悠悠道 两起枪击案都发生在眼皮底下 小妍 我相信你的直觉 这几天 后面肯定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林红说到这里 顿了一下 像是想到了更为恐怖的事 或许 盯着我们的还不止一双眼睛 两起枪击案 发生的如此的离奇诡异 严俊张了张嘴 不知道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选择沉默 她的任务是保护林红的安全 至于别的 不在她所管范围之内 她对林红的了解有限 也不知道 林红都做过些啥事 得罪了什么人 所以她也没办法帮林红分析这件事 眼下已经不用再说什么直觉判断之类的话 两起枪击案跟林红肯定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 她要做的是保护林红安全 而不是去分析什么事件 那不是她所擅长的 林小姐 有我在 您就放宽心吧 这屋里是一定安全的 您也不用担心 严俊说道 真要是明刀明枪地冲我来 我反倒不怕了 现在这种未知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 林红抿着嘴 她已经听到警铃声由远而近 总是在事后出现的警察 再一次及时地赶到了 张雨也不知道把车开出去多远 到了一个派出所门口时 张雨才停了下来 擦着额头的冷汗 张雨此时还心有余悸 下意识地前后左右看了一下 生怕那神秘的枪手又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休息了一会 张雨才又缓缓地启动了车子 今天晚上 她是不打算监视林红了 也没法监视了 这一辆车子上还有弹孔 张雨必须先把这事给处理了 不然她相信 南州市局的人 肯定能顺藤摸瓜地查到她身上 她并非怕查 而是担心到时候不好解释 办公室 陈兴笑着请邵华东坐下 华东同志 看你精神状态不错吗 我看应该是有好事了 妻子恢复得很顺利吧 恢复得很好 已经平安度过观察期了 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邵华东笑着点头 妻子康复 她多年的一块心病总算是落下 整个人就像是卸下了一个包袱 有着一股和以往不一样的精神气 昨天下午我就先回来了 这边工作一大堆 我这个副市长请假了好些天了 我看今年 凭个最不称职的是领导 我可以名列第一名了 话不能这样说 谁都有点个人私事 请假几天也是正常的 再说 凭称不称职的领导 可不能按这个来 咱们得看工作尽不尽责 为老百姓做了多少时事 下面工作人员中的评价又是如何 很多综合因素都得考虑 我看你起码也能平个前三 陈兴半开玩笑地说着 邵华东给他的印象 算是南州市这么多是领导当中 真正肯干事的一个了 也是本地派干部里 少数让他印象好的 陈市长把我捧得这么高 我是愧不敢当 邵华东连连摇头 跳过这个话题 笑道 本来想先到陈市长您这边坐坐 过来才知道 您到下面乡镇去了 昨天和京城来的基金会的人 到港湾镇的癌症村去了 陈兴说道 是吗 现在有社会公益组织 想为癌症村的人 提供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是好事啊 邵华东闻言笑了一下 光靠咱们政府的帮助 终归是有所不足 嗯 有社会公益组织的加入是好事 陈兴点了点头 邵华东迟疑了一下 似乎在组织什么措辞 一会 只听邵华东道 陈市长 其实我过来还有件事是受人所托 哦 什么事 陈兴疑惑地看了邵华东一眼 寻思了一下 陈兴很快便猜到是什么事 不离时是跟陈达菲的事有关了 他要是没记错 邵华东是前市委书记陈同进一手提起来的干部 陈同进可以算是邵华东官场里的恩师和伯乐 邵华东既是受人所托 那所谓和事便不难猜了 陈市长应该知道陈老书记的儿子吧 邵华东脸色有些尴尬 他并不太想来替陈达菲讲情 陈达菲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再清楚不过 但老书记打电话过来了 邵华东是无论如何都没法拒绝 不提陈同进对他的恩情 就冲着陈同进的人脉关系 以及现在还能发挥的影响力 他也得硬着头皮来一趟